你觉得男人过了七十还会出轨吗 两位男士实话实说 吴先生今年七十二岁了身体健康 心呢也一直是蠢蠢欲动 年轻的时候啊就特别在于男女之情 哪怕婚后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没有消退过 老伴呢跟他过到现在 那是因为特别的能忍 还顾及脸面跟孩子 所以懒得在意他 他也求之不得 尽管这岁数大了 但是看到重阴的女人呢 还是忍不住的想要去靠近 樊先生今年是七十四岁了 他说男人哪有不好色的呢 有机会的话都一样 他从前挺风流 后来因为老婆发现了 吵着离婚 因为害怕老婆走了 没人做家务 照顾老人和孩子 更害怕财产的损失 无奈之下只得收心 但是感情吧 早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这么多年大伙过日子而已 他对这种婚姻生活是相当的不满 在家待不住 没事呢就往外面跑 在外面遇到有感觉的 性格合得来的 还是会自身好感 也依旧想出轨 但就是想想而已 毕竟嘛 岁数大了 身体呢也不允许出轨了 如果被老伴发现了 估计呢会扔下他 跑到孩子那边去住 那他的余生就很难过了 男人如果三观不正 本性就会花心 不管是岁数多大 依旧本性难移 那么过了七十岁之后的男人 多少呢 还是有点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 有贼心呢没贼胆 因为生理方面的需求 已经没有年轻时候 那么强烈了 对于婚外性的渴望 也会大打折扣 而且越往后 年龄越大 守住自己目前拥有的一切 才是关键 这种道理 他们也懂